奧地利首都维也纳河 波涛汹涌 水流湍急掺杂泥沙 狂风暴雨 让民众连要受访 都是困难重重 就连撑伞都无法抵挡 强风好雨 一秒就开花 抓都抓不稳 低洼地区房屋被大水吞没 道路沥上厚厚一层淤泥 家门前还有迷途 龙虾爬行 住户的车身上机械式车库 惊险逃过一劫 东欧以及中欧连日暴雨 引发洪水 奥地利 捷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以及斯洛伐克 大片地区都饱受强风 加上猛烈降雨之苦 多条河流水位上升 淹过邻国边界 各国启动紧急应变措施 捷克共和国奥帕瓦居民 因为洪水受困 消防人员拉橡皮艇涉水救援 波兰军方从被洪水包围的建筑物屋顶救出居民 大型家电沿着水流离家出走 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证实 已经有一人命丧洪水 波兰桥梁被洪水冲毁 同一地区村庄南逃洪水破坏 而大雨尚未结束 各国持续应对异常气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